OK 哇 巴西 籃底下還翻了一圈 那樣子中心球員不曉得 他們總教練日子太過了 所以雖然第一節一度把分數拉開之後 他們又覺得教練調度的幅度還蠻大 所以覺得應該可以輕鬆一下這個球賽 但是上半場事實上不是這種狀況 所以上半場真的是打得蠻難的 那中場的時候把他們好好訓了一頓 還好有灰神了 那下半場的時候設計了幾個戰術 也要求他們盡量把球送到巴西那個位置 那巴西也不負責大家的守望 能夠把這個分數拿到40分 也把分數拉開 那我們今天比賽能夠輕比較好一點的 那事實上在過半年三場球賽的時候 當戰局比較混亂的時候 事實上還是缺乏一個比較有引導能力的人出來帶給球隊 那包括我們的外籍球員也是打得太過於團隊 事實上除了歐風之外 你還是要有個人的技巧 所以常跟他們講 我們打歐風打5-out 事實上空間反而是更大 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個人的存在 所以這個在個人跟團隊這個部分 我們還要再慢慢去磨合 讓他們去抓到那個瞬間的感覺 那杰龍今天也試著跳出來 不管在三星線上面 或是在防守上面都非常好 也希望他繼續努力下去 坦潔龍湖頂 哇 開彎阿龍 跟光哥講的一樣嘛 就是我們可能 我們第一節開局的不錯 可是後面到第二節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有點鬆懈掉了 然後沒有 沒有把握每次上場的機會 然後沒有把握在場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那幸好在中場休息的時候 就是光哥跟教練們都要去點滴我們 然後叫我們就是 要行星啊 然後打好我們自己中心的籃球 那幸好下半場的時候 第三節隊是巴西跳出來 然後幫助球隊 然後把噴數拉開 那到後面就是比較好打 自己又搶下這進攻籃板 再搶著進攻籃板 又是阿巴西 接二連三了 很開心今天可以贏球 然後也是 算今年賽季新高的 然後就是一樣 雖然有很多錯誤的地方 可是還是一樣就是 也很感謝自己 就是一樣沒有 就是一樣沒有放棄 然後一樣就是積極的在防守 然後進攻一樣就是很強勢 沒有想太多 然後有就是球隊需要幫助的時候 就會幫助球隊 然後就是很開心 今天贏球 然後希望接下來的比賽一樣 就是可以一樣 今天的表現 然後每一場一樣一直贏球 外線三分球 投進 差到12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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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